中路这个Niko打发条几几开啊 呃 六四吧 六四 Niko六四吧 对 Niko六 Niko打谁都优势 Niko手长 那这把这种选完 你觉得两边 支持二队 可以 因为二队 就先不看这种 二队先赢一场了 主要是我在那个二路搭的那两个韩国人 他们也是这么支持的 就谁赢的支持 那个原神哥 还有那个谁 啊 好 韩 他们都说谁 我们支持谁 他们说谁赢的我就支持谁 三比零 我就喜欢三比零 我跟他们两个看了两个BO5 他俩全给了这个三比零 那个三比零 可以 我只想看到三比零 但这波皇子应该是杀一一决 这两个英雄 伤害杀鳄云应该是够的 只要兰博温路控好 扛兵线了 可以进了 看一下怎么操作 开个WQ先找到 红温伤害够了 王子拿到 蓝莫拿到一血 还行呢吃个F6 吃个F6吃个上河线 小亏一点吧 嗯 铁丸进盒 拉回来 但是没扛塔 倒勾住了 维鲁斯 两边拼得很凶 韩千诺 这两个被打出来了 被冰挖死了 啊 蓝色方 下路双组 红色方知道你打也不在的 但是在路上过来了 探照已经看到了 黄子硬要来吗 一Q出来 维鲁斯没反应过来 这位置 其实救难也起不来 并且黄子没扛塔 盲森能Q到 黄子在走位的时候浪费了太多的血量了 杀完人再摸眼过来 闪现拍地板 但应该杀不了了 只能杀这个寒冰了 Q抠 A就行了 右边没有人可以救 比较丑陋的机场 哎 来了回放 踢了个假的 带了个塔的攻击 我回来带一下塔的攻击 那这波冲尼扣塔 有点没道理 说实话 踢了个假的 进去说实话真没道理 这把冰区的黄子来了 尼扣变死的黄子 蓝色方没TP 可以救下路的 这波怎么办 白菜是有六几刀 尼扣可以解开大招 两个人 威鲁斯交闪线拉开 但还是被定住 电压法先倒了 盗勾住两个 红色荒一个人都没有被换 完美约他 有点绝望 这个画面 是的 并且尼扣他这个TP都没交啊 哎 蓝博也觉得逮到了吗 香果 开始烤 点上上 应该是要单杀了 鳄鱼过来 但是应该是杀不了这个蓝博的 红鹿的技能用来交易了 咬不住 有眼啊 看到马阿香果了 EQ住 蓝还被皇子给抢了 马阿香果 人要晕了 莫言走 但是没有闪现 被皇子闪现跟平AGA死了 天呐 这怎么玩 这怎么玩 这把要能15帧真敲了 放牌位里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文斗了吧 已经打字了 已经在那二塔 左边那个草丛里挂着了 现在都 不是 主要发条本来就挺无聊的 就是没把对线基本都是这样 队友炸了我也无所谓 我玩发条的话 因为发条跟队友联动比较少 这个英雄 他纯自闭 纯自闭自己一条都打线油的英雄 右边现在联动做的太好了 郭老师过来 看到一个没有大招的霞 直接摸眼闪现 阿Q很帅 很帅很帅 咱后续再想杀人就比较难了 这个闪现就是 5分钟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我感觉 确实 反正抓不了人 杀一个散一个 具体位置 不点了 把强国绕了一大拳 过来想杀高坚果 红弩咬住 Q针挂到 一脚踹到墙上 上海开动了 还差一个平A 鳄鱼吃了600块 现在这15分钟 是鳄鱼最强的时候了 我感觉 但蓝色方现在没什么视野 放了 强国要拼 武藏职业生涯的 听诚 哇 尝到了 哇 真尝到了 并且还摸眼闪现回来了 有点帅啊 很帅很帅很帅 这波真的很帅 舵门过来 想要找一下小超鲁的麻烦 但蓝色方的下野都在往上赶 放先锋开始撞 中路侠也在爽吃 侠推完线能转上啊 这个先锋甚至能撞二塔 中路把维路斯给拖回去了 对 红色方打得很聪明 还能保着撞一头 嗯 发条 直接大 还没闪现躲 发条没大了 尼克还在下路带 可以逼塔嘛 发条是没有大的 这波感觉 回二队打头很优 对 但蓝色方现在 五个人在上半区 如果开不起来的话 下路二塔可能要被带掉 蓝色方有点被拉扯住了 倒勾 没有勾到人 马上就继续拆不回来 对 侠就大了 但蓝盟这个大招撒了还可以 把这个北方 撤退大 闪现好怒哟 但有个进化 有韧性的 黄色方 尼克这里 接下来 黄色方闪现流人 这波尼克 大四个 完美大 那这波蓝色方要炸了 威鲁斯拼死换掉一个黄子 但只能杀一个黄子了 最终把蓝博也给收掉 发条有闪现 走位有一个一技能 应该能走 再等二娱交一 把W用来刷兵了 等二娱交一 对 哎一交了 蓝博可能要开考了 蓝博没有撒大 那这波好像已经打不过 只能先溜 抽一套 这波要直接 傻大招 不就杀了吗 感觉 傻大招 感觉杀了 鳄鱼那个WCD 应该还差一点的 快 上一波 得到一个回程的 哎呦 是大招 哎呦 那个大招 让霞把自家的海兵 给A死了 结果那时候 打RUNK 玩那个南枪 后期被烈了塔 大到最后 一枪把辅助 崩死了 是这样的 南枪后期打人太疼了 哎 知道你维鲁斯没闪现 皇子直接EQ干 维鲁斯先倒 并且这边的亮亚塔也被留了 一剑射到了 芒森 芒森有个绿弹的韧性 解得挺快的 直接要动大龙了 那这样的话 火牙一队的人是不好回程的了 回程就来不了龙坑这里了 只能试一试 直接停手 知道你位置在哪 网上包你人 你也有点难受吧 白菜有闪的 有闪有大 完全有机会能先开 北风想要拉个好大 北风这个位置 北风藏得很深 黄子过来 看到你发掉的位置了 可也先回一口 发掉一个大被精神给躲了 芒森压起身 压到了 Niko只大到了一个芒森 还被踹了一脚 伤害没出来 哇 这 虎牙一队用操作 把这几个大招 全部坏解掉了 是的 还在操作 这局渴血回了很多血 渴了600多血回来 小超梦 再一个Q技能上来杀寒冰 金石救难 但是活不了了 但这波也阻止了对面 打不了大龙 把人赶过来嘛 打不打大龙先另说 先打的再说 视野没拍干净啊 一箭射到另一波了 蓝博这个大招 伤害之后 伤害够了 差一点 我直接扣到8条 知道你发球没闪 8条打得很不挂了 雅塔这个大招 直接把寒冰给击杀了 尼口大招被闪给规避了 鳄鱼TP绕后 虎牙一队的一波机会 大鳄鱼 本来就打好了 直接打大龙了 有选手 背上能顶 这个侠好像 A队有点慢 被迫教漫天飞语 跟鳄鱼换掉了 尼口也被 马亚相关给黏上 这波 交TP过来的发条 人同应该让给发条了 哎 蓝色方还在拿大龙啊 哇 这波 感觉要翻了 已经翻了吗 感觉 这力量塔好强啊 还是应该想着怎么拿大龙 我们不应该在那野区那么打 对 两波吧 第一波追人 马亚相进来 直接摸一眼 阿闪踢回来 霞 非常帅的一波 把霞给秒掉了 蓝色方能顺势推进中路的一塔 二塔 也有机会能拿 右边没有AD 是完全接不了船的 蓝波大雕能守一波吗 守下限 那这个二塔算是手术了 别开了呀 直接死 全摆给 郭老师一脚一个了 现在 两边上单在下路打起来 但现在 恶语的装备有点好 蓝波这个小身板还真扛不住 打不过 只要让这个恶语大招能 踢得烫就会死 那这个恶语应该不会用大招打 对 但郭老师在野区好像有点膨炸了 郭老师倒了 郭老师大龙要耍了 但是郭老师应该赶得上吧 有传送门的这吧 这个还有两秒钟复活 有海克斯门 看队友能不能拖住啊 龙血量不上低 被红色方机给乱掉了 艾西剑没有射到那把造红掉了 这是侠的位置 侠的位置好尴尬 造狗闪想意外又死 配上蓝波大招还换掉了 这波侠向死而生 蚱鱼扛三个 但是侠倒了谁能打动蚱鱼啊 这个蚱鱼有点无敌了 残局 蓝波只能交闪走 那这波小超梦的进场 完全止损了 这个好像只能出失误了 应该不会出青龙刀吧 青龙刀最后一件出 性价比没那么高 来了 直接开 开到了 发条 对面两场 两场起来非常低 但两场大出来了 大到很不错 这边发条 脚被粘住了 这收掉了 尼口 额鱼进场也被处理掉了 这个蓝波打了一波 很完美的团战 剩下一个维鲁斯能锁住吗 看到了维鲁斯 在追啊 霞是有吸血能力的 但蓝波不追啊 可惜一点 追着的话 霞是有机会能一波的 但是天脸的话 这波海绵会被秒杀 海绵就看着你 也不让你回家就行了 这维鲁斯回不去啊 家药没了 这也太抽象了 这波最后一波 尼口开得太漂亮了 在那个位置 直接开到了发条 雷拉塔 雷拉塔反手机 放得还不错 但是没什么用 这个发条就死了一次 最后一波 死了基地就爆炸了 是的 跟第一把BO3 那个王纪超 泽拉斯差不多 就死一次 基地就 已经要爆炸了 基地爆炸怎么玩啊 这个进击的 已经出来了 然后败者组的也 也已经出现了 但我觉得 这败者组 就有点精彩了呀 败者组 两个一队去败者组了 GGK大战 小超帽是吧 对 两个一队去败者组 那GGK好像在历史对战中 没有打赢过小超帽了 我看切片 我看切片没赢过 反正 明天看一下吧 最近GGK 不是韩服这个留学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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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